大家好,在这一节当中,我们将学习第三种资产,也就是连续收益率资产的远期合约的定价。 我们定价的思想依然是无套利定价,我们希望能够构建两种投资组合,让它的中值相等,从而它的限值一定也是相等。 对于支付已知收益率的资产,它并不是在固定的时间发放固定的现金收益,而是在到期之前将产生与该资产现货价格成一定比率的收益的资产。 对于支付已知收益率资产的远期合约,我们常见的有,比如外汇远期。 它的收益率就可以看作是外汇发行国的无风险利率,也就是你持有外币可以带来的收益。 比如我们的FRA,也就是我们的远期利率协议。 它的收益可以看作是本国的无风险利率。 再比如股票指数。 股票指数的收益率我们可以看作是股票指数的整体红利率。 虽然单个股票是离散支付红利,且红利率是变化的。 但对于股票指数这个组合而言,当你的数量足够多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把它近似的看成连续支付平均红利率的。 对于这样的资产,我们怎么样构建我们的组合AB,使之中值相等呢? 对于组合A,我们跟之前的构造方式是一样的。 依然是一份远期合约多头,加上KE-RT-T的现金。 那么到期的时候,现金变为K,执行远期合约多头,换回一份标的资产。 但对于组合B,如果我们依然还选取一单位标的资产的话, 由于标的资产可以连续的支付红利率, 那么到大T时刻,它将不再是一单位的标的资产。 为了让组合A跟B有可比性,也就是我们希望A跟B到大T时刻都是一单位的标的资产。 按照我们之前由中值求出值的方法, 我们此时应该在组合B中设为E的-QT-T个单位的证券。 这样,如果所有的收益都可以再投资于该标的资产, 那么到期之后,组合B也恰好拥有一单位的标的资产。 因为我们知道,原本它是E的-QT-T, 基于连续福利来计算的话, 那么它的中值就应该再乘以E的-QT-T, 也就是一个单位标的资产。 那么对于组合A和B,在这样的构建方式下, 在大T时刻,它们的价值都是一单位的证券。 所以按照无套利定价原则, 在小T时刻,两者的价值也应该相等。 对于组合A在小T时刻的价值, 依然是小F加上K的贴线E的-RT-T。 对于组合B,如果是一单位标的资产, 那么是S, 那么我们现在是E的-QT-T个单位, 所以合在一起组合B在时刻T, 它的价值是S乘以E的-QT-T。 通过一项, 我们就可以得到此时的远期合约的价值小F。 在令刚才的式子当中, 如果我们令小F等于0, 我们就可以求出来对于支付已知收益率的资产的远期根线或的平价公式。 也就是说, 我们令小F等于0, 我们解除此刻的K来, 就是我们的支付已知收益率资产的远期价格。 它等于按无风险利率与已知收益率之差来计算的现货价格的中值。 也就是此时是F等于S的中值, 按照R-Q来求中值。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 假定A股票现在的市场价格是25美元, A股票的年平均红利率是4%, 市场的无风险利率是10%。 如果该股票的6个月的远期合约的交割价格是27美元, 问该远期合约的多头的价值以及此时的远期价格。 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第三大类支付已知收益率的资产的远期合约的定价。 那么对于该合约而言, 它多头的价值我们可以用SE的-QT-T减掉K的E的-RT-T来求得。 这里S等于25,K等于27,R等于10%,K等于4%, 我们的时间T减T呢都是半年0.5年。 这样我们可以求出F等于-1.18美元。 该合约的远期价格大F, 也就是我们的理论的均衡的无套利的价格应该等于S按照R减Q来求中值。 这样我们做出来应该是25.67美元。 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均衡的价格是25.67, 它是小于我们的远期合约的交割价27美元的。 所以显然此时你持有一个远期合约的多头是一个负的价值, 也就是说多头是亏损的。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种特殊的关于我们第三大类支付收益率类型的资产的定价, 那么就是我们的外汇远期。 外汇属于支付已知收益率的资产, 它的收益率就是该外汇发行国的连续福利的无风险利率。 一般我们可以用RF来表示。 如果S、K均是在直接标价法下表示的外汇的汇率, 按照刚才的公式, 我们可以得到外汇远期的合约的价值。 小F等于S乘以E的负RFT-T, 减掉K的E的负RT-T。 也就是我们在刚才的公式当中, 我们把Q替换为RF。 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可以得到此时的均衡价格大F。 在国际金融领域当中, 有一个著名的利率评价关系。 如果外汇利率RF大于本国利率R, 则该外汇的远期汇率应该小于G期汇率。 如果外汇利率RF小于本国利率R, 则该外汇的远期汇率应该大于G期汇率。 那么我们从刚才的我们的远期定价公式当中可以看到, 确实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当然, 我们这里会看到利率跟汇率的关系, 事实上它们会非常的复杂。 我们只是从其中远期和现货价格这一个角度来去探讨了G期利率和远期汇率的关系。 以上, 我们介绍了三种情况下远期合约的定价。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们都可以认为远期价格等于现货价格的中值, 只是按照什么来求中值。 如果是无收益的, 我们就直接按照无风险收益率进行求中值。 如果是有收益的, 我们要在S当中先把收益减掉, 再按无风险收益率求中值。 如果是连续收益率的, 我们需要在R当中先把你的连续收益率Q先扣除, 然后求中值。 可见基本上我们可以统一成说远期价格等于现货价格的中值。 那接下来我们就引入持有成本的概念来把远期价格和现货价格的关系概括到一个框架下。 持有成本等于保存成本加上利息成本减掉标的资产在合约期限内提供的收益。 比如说, 如果是无收益的资产, 比如不支付红利的股票, 它既没有保存成本, 也没有收益, 所以此时它的持有成本就是利息成本R。 比如股票指数, 由于它是连续收益率Q, 所以它的持有成本可以认为是R减Q。 如果是关于外汇远期, 那么它的持有成本可以认为是R减掉RF。 如果对于黄金、白银这样的贵金属, 我们知道它是有储存成本的。 如果我们假设它的储存成本是于价格乘一个比率优的, 那么此时黄金、白银的持有成本就可以认为是U加R。 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到远期或者是期货价格的一般结论, 我们用持有成本模型来表述。 远期价格取决于标的资产的现货价格, 以及从当前时刻储存该标的资产直到交割日这段时间的总成本。 用C来表示持有成本, 那么也就是F等于S用C来求中值, 也就是F等于S、E的CT-T。 同样道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用F来去表达S, 以及我们还可以得到我们小F的表达式。 以上我们这些结论的得出, 是建立在完全市场的假设之上的, 也就是我们在这一章开始我们提出来的无连假设。 在实际的运用中, 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 定价公式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其无套利价格将不再是一个数值, 而将是一个区间。 这里,我们仅仅给出无收益资产的情形下的结论。 它的证明并不是很困难,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我们的补充材料。 我们来看一看非完全市场下的定价公式, 以无收益资产为例。 第一种情形, 如果交易存在着交易成本, 我们假定每笔交易的费率都为外, 那么不存在着套利机会的远期价格, 就不再是一个确定的值, 而是一个如下的区间。 换句话说, 当你的远期价格落在区间内的时候, 是没有力可以套的。 考虑到交易费用, 远期价格F得更小, F得小于下限的时候, 我们才能考虑买入远期。 同样道理, 我们考虑交易费用, F得更大, F得超过上限, 我们才要迈出远期。 第二, 当借贷存在着利差的时候, 如果用RB来表示借入利率, 用RL来表示借出利率, 对于非银行的机构和个人而言, 一般是RB大于RL的。 此时我们的远期价格区间, 应该就是下限是SE的RLT-T, 上限是SE的RBT-T。 跟刚才一样, 只有当F小于下限的时候, 才是买远期, 卖现货, 投资。 那由于我们这里面是卖现货, 投资, 所以应该用RL。 当你的F大于上限的时候, 才是远远期, 借钱买现货, 这样来操作。 由于我们需要借钱, 所以此时是RB。 当然, 很自然的, 由于我们的RB是大于RL的,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右边, 的上限是RB, 左边的下限是RL, 这是很自然的要求。 第三, 如果存在着卖空的限制, 因为卖空会给经纪人带来很大的风险, 所以几乎所有的经纪人都扣留卖空客户的部分所得, 来当作保证金。 假定这一比例为X,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均衡的远期价格应该落在这样一个区间当中。 当F小于下限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买远期, 卖现货。 由于是卖现货的行为, 所以会由卖空的限制, 扣掉一个比例X。 当F大于上限的时候, 是卖远期, 买现货。 此时, 对于现货不存在卖空的限制, 所以我们在上限没有做更改。 如果上述三种情况同时都存在, 那么远期价格区间就应该是这样一个形式。 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完全市场, 可以看作是X等于0, Y等于0, RL等于RB等于R的一个特殊情况。 以上我们讲过的这些结论, 对下一账中期货市场的期货定价也都是适用的。 另外, 我们还需要指出的是, 如果我们的标的资产是消费性资产, 即主要是出于消费目的而持有的资产, 那么由于消费性的标的资产具有消费价值, 而远期由于它无法计时消费, 那么消费性的标的资产与远期之间就不具有完全的可替代性。 此时, 即使在远期价格相对价值偏低的时候, 投资者也不会轻易的出售现货购买远期, 从而使得单纯的基于风险收益考虑的金融无套利定价原则不再是完全有效的。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我们的补充材料。 那这样我们就对于远期格约的定价, 分三类不同的资产我们进行了探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